為什麼麥克風的聲音不能直接用天線丟到空中來傳遞? 因為頻率帶低,天線難以作業 要先搭配載播,把訊號搬到高頻才行 天線要有效率,長度得跟播長合拍 音訊的播長動輒了幾百公里,根本就不可能 但,只要搬到GHz的等級,四分之一波長就只要十幾公分,天線就好工作 食物上會先把這些資料進行編碼,變成零與一的電路語言 再用吊變器把它壓在高頻載播上,放大後交給天線發射 接收端反過來解釣,就拿回原本的訊號 吊變靠著繩子,改大小,改頻率,改相位 進階一點的用QAM,同時改大小加相位 一次可以塞進更多的beats,但是也對雜訊更加的敏感 頻率低一點的,穿牆好,跑得遠 高一點的,容量大,速度快,但就比較怕遮擋 選平段就是在這兩端間去平衡 如果今天你要隔著兩面牆追劇,你會選擇用2.4GHz的還是用5GHz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,我們下集影片見